主路文化公共协会一年一度的进山活动 日前在银响里龙虎登山步道旁 再次热闹登场 考量到近起地震频传 活动除了提倡爱乡爱土的环保观念之外 也结合了防灾宣导 让整场活动更具意义 主路文化公共协会辞职的进山活动参与情况相当踊跃 民众都认同活动提倡的环保理念一起来参加 希望将地方环境维持整洁 让更多人来此都能够体验美好的大自然环境 很有意义 透过很多单位让大家有时兴 不要说你丢活节 大家有一个爱乡爱土 主路文化举办这次的进山活动 把我们的社区打扫得很整洁 让观光客旅客都可以到我们这边有一个美好的环境 让大家都能来我们原祥里 沿山大家来这边旅游观光 仙女无瑞芳特助 林燕胜也代表无愿出席活动 肯定主路文化公共协会发起进山活动的用心 其他借此让民众的环保意识更为抬头 那他们每年举办都非常多的人潮来这边参与我们这个进山 那也感谢说我们协会的理事长总监事非常用心 那希望说可以透过这个协会的活动 可以宣传我们进山 然后环境永续的一个观念 那也希望说我们祖山好可以更多的功课 来到祖山游玩的时候 除了欣赏每一个环境之外 也可以看到我们祖山人的这个好的观念跟环境的永续 议长和尚丰肯定活动的发起 也感谢与会人员的辛劳 期待透过活动的推展下 让民众对于环保及防灾疫师的养成有进一步的帮助 记者卢凯 祖山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